忙着打包有机地瓜 老板和顾客话家常 这里是位在台东市区中华路路边 只有在每个星期天上午营业的有机市集 专门贩售纯天然栽种无毒的有机蔬果 一早不到8点 陆陆续续有许多民众前往购买 长得比较丑一点 可是就是吃起来就比较安心 其实味道也蛮甜美的 台东这群销售有机蔬果的农夫 不仅对有机栽种内行 也认真探索台东的市场行销方式 聚集在一起销售的群聚效应 让他们的蔬果在每个星期天上午 短短四个小时之内几乎销售一空 我们的有机农夫可以自己面对面 跟消费者去分享他们怎么种植的经验 那消费者也可以从这里去认识到有机 那顺便是推广 那一方面是做推广 一方面是让我们这些有机农夫 可以把他们好的东西分享出去 由于许多台东人会在自家附近种植蔬果 在民国一百年成立的有机市集 一开始的销售并不理想 随着有机蔬菜的健康概念越加普及 加上固定族群吃出健康之后 这群有共同销售理念的农夫 采用多样化销售的策略 让民众一次构足所需要的蔬果 有机市集已经逐渐在台东站稳了脚步 东台新闻黄威台东市报道